娘娘,皇上那边准备好了,小名字来问,您这边如何? 宁怡珍已经换好了衣服,正等着出发呢。 可以出发了。 皇帝要带皇后与公主皇子出门的事儿,并没有传开,也没有准备引人注目。 一个时辰后,一行人就到了城外的祭田。 春花姑姑,放下我,我要去抓麻雀。 娘亲,晚上我们啃麻雀吃了。 看着疯跑的女儿,宁怡珍的脸皮都抽疼了。 什么时候这个小吃货也能别这么好吃了。 而燕凤阳听了女儿的话,她心里头抽抽的痛。 月儿以前吃过麻雀? 吃麻雀怎么了?吃个麻雀很奇怪吗? 宁怡珍淡淡的回应。 冷宫中什么不吃啊?孩子长身体需要营养,麻雀虽小,至少还是肉啊。 燕凤阳脸一红,她怎么老是问这种愚蠢的问题? 麻雀很难抓的,你们怎么抓得到? 小小麻雀都抓不到,我怎么养儿子来躲你的天下呢? 只要思路不滑坡,办法总比困难多。 只要多想多看多动脑子,就会有办法。 有办法,自然就不难了。 麻雀虽然很狡猾,但他们也需要食物才能活下来。 一到冬天大雪盖地,山上地下都寻不到食物了。 只要在罗盖下撒一把粮食,她就会来。 人未踩死,鸟未食亡。 三省两阁六部的官员都已经等候在田间了。 为臣,参见皇上,参见皇后娘娘。 出门在外,免礼,平身。 谢皇上。 走吧,今天是个意义重大的日子。 我们一定要好好干,争取几个月后,种出高产粮食。 可失过费。 农大人立即上前来回话。 回娘娘的话,翻地时已安吩咐失过一次。 农大人管着这上万亩的祭田,对于耕种自然不是生手。 让人把约好的种都拿出来,不要把芽口碰断了,本宫先教你们种。 有几个芽口就能切成几块,也就能种出几株来。 最主要的是,不要把芽口碰断,其次就是埋在地里时,芽口必须向上。 明白,皇上,娘娘,那边有地方休息,这里就交给微臣吧。 那边种了什么? 农大人立即回答。 回娘娘的话,那边种的是萝卜。 行,你忙吧。 公主养了几只小兔子,最喜欢吃萝卜了,本宫去拔几株回去。 那边有萝卜甜,要不要拔点萝卜给你的小兔兔吃啊。 啊,有萝卜啊。 燕一月开心极了。 呀呀呀,我要去拔萝卜。 哥哥,公主炸猛了,我们去拔萝卜给小兔子吃的。 娘亲,这萝卜好小啊,没有我们种的大。 他带动了京城大官家种萝卜。 于是他让百姓食铺做出了香辣萝卜条和白玉大萝卜种子的出售。 当然这是后话。 臣女参见皇上,参见皇后娘娘,参见皇子殿下,公主殿下。 看着地上的女子,宁一针眉心拧了起来。 你是何人? 回皇后娘娘的话,臣女农月,祭田馆是农伯安,是臣女的父亲。 你进来有何事? 你可知道这里面的人是谁。 农月早就看上了皇上的容貌,那个俊俏呀,他心肝儿早就怦怦地跳个没完没了了。 农月偷偷地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燕凤阳,想到这男人的地位,他牙一咬。 奴家,话还未落下,门外就跑进来一个妇人。 臣妇柳时参见皇上万岁,皇后千岁, 两位殿下敬安。 皇后娘娘,这是臣妇的女儿,她自小脑子被烧坏了,有点糊涂,请皇上和娘娘恕罪。 没等燕凤阳与宁一针开口呢,只见农月,兴眼怒瞪,脸色大变。 娘,你在胡说什么呢?女儿的脑子可没坏,我…… 闭嘴,没规矩的东西,皇上与娘娘还没发话呢,有你说话的份吗? 没有一点规矩,这里是你能进来的吗? 还不给我赶紧滚出去? 这姑娘胆子也是足够大的了,心中轻笑两声的宁一针没开口,她只是意味深长地,看了燕凤阳一眼。 这么漂亮,你也不动心? 农月被骂,更加生气了。 娘,你也说皇上与娘娘都还没有发话呢,你就不能让我把孩子说! 来人! 燕凤阳开了口,刚知道消息的霍霄立即跑了进来。 属下在? 燕凤阳冷眼看着她。 刚才的守卫三十大半? 是。 霍霄硬下正要出去,燕凤阳又开口了。 祭天管事农不安,教女无风,官将一级,调离祭天。 是。 皇上! 农月真是急死了,她可是什么都还没说呢,就连累爹爹被降了值,这怎么能行呢? 还不闭嘴! 啪的一声,柳氏又是一巴掌,狠狠地抽在了自己女儿的脸上。 谢皇上宽恕,臣先告辞。 宁一针则是笑了笑。 农大人倒是有个好气,农姑娘倒一副行吗? 那只燕凤阳却是冷笑一声。 朕看她倒是有一个好脑子,竟然敢跑进来冲撞圣言, 真是胆大包天了,皇后在笑什么? 宁一针道,笑天下之痴奇女子,她们只想得到, 却不只想得到一切皆有代价,而且还是自己付不起的代价。 什么意思? 燕凤阳的脸都黑了。 皇后莫不是在说自己。 宁一针笑意更浓? 可不,当年的本宫不宜是像今日的农姑娘, 灯额扑火,自取灭亡吗? 孩子困了。 孩子确实是困了。 方德言,摆驾回宫。 是,皇上摆驾。 上了马车,宁一针也没有与燕凤阳再说话。 父王,燕凤阳吁的。 女儿的话一出,燕凤阳立即吩咐停车, 轻手抱着女儿下了马车,去了一边的林子里。 天儿,你要去叙叙吗? 燕一天摇头。 嗯,娘亲,天儿不要,我刚才没有喝多少水。 不必拘着自己,你是皇子,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 还有,父皇母后的事不是你个小孩子要去多想的事。 你还是孩子,只管开开心心,健健康康的长大,就是母后最大的希望。 听着这话,燕一天抬头。 娘亲,天儿一定会让您如愿当上太后的。 宁一针被逗乐了。 嗯,娘亲也相信,有我的天儿在,太后的位子迟早都是我的。 天儿,加油。 嗯,娘亲,天儿会加油的。 这边的母子相互打着气,那边,一进林子的燕一月,不让自己的父皇帮忙,自己躲在树后解决掉。 父皇,蝴蝶,漂亮的蝴蝶。 好吧,孩子还小,好玩着呢。 见女儿一跑,燕凤阳立即就跟上。 慢点,慢点,慢点。 可追着追着,又窜出一只小兔子。 燕一月立即放弃了蝴蝶,转身追小兔子去了。 娘亲,有小兔兔的,父皇带的。 坐在马车里的宁一针,快睡着了。 当她看到女儿一脸欢喜的,抱着一只小兔子进来,真的是有点无语。 男人,你也太宠孩子了吧,上个厕所,怎么就变成抓兔子去了? 赶紧放下,离心还很远呢,不能玩了。 不话说还很早,不用怕呢。 你怕什么呀? 小丫头,皇帝出门在外,你知道他的室位有多紧张不? 小丫头又精神抖擞的,玩了好一会儿。 直到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,她才重新开始瞌睡。 见女儿睡着了,她换了个姿势,好让她睡得更加安稳一些。 那只怀中的小丫头,竟然还不安起来。 燕一月揉了揉困倦的双眼,目光却是看响了自家娘亲。 娘亲,小鸟害怕了。 她们被吓着了,说林子里有坏人呢。 什么?林子里有坏人? 宁一针可是清楚自家女儿的本事呢。 皇上,前面林子里怕是有问题。 什么意思? 月儿对这方面有点天赋。 这话落下,脸色一正的燕凤阳,立刻把怀里的女儿交到了宁一针手中。 陈生吩咐道, 霍霄,注意前面林子里,感觉不对。 是,皇上,大家注意,小心有埋伏。 霍霄立即指挥几个人,上前去打探。 回答人的话,前方并无动静。 难道皇上是过于警觉了吗? 护驾! 你们待在车里,不要出来。 马车内,宁一针看着两小只问。 怕吗? 燕一月笑咪咪地摇头。 不怕,娘亲。 不过有好多坏人呢,很多呢。 嗯,事不少,你们别怕,我娘亲在。 杀!一个都不去放过! 是。 现在不必,你父皇的侍卫断不会轻易被人打败,我们先等等。 可话才落下,只听得砰的一声,马车厢的底被人给掀了。 进。 宁一针一个意念,母子三个立即躲进了空间里。 也就是在这时,一个黑影飞升进了车厢内。 只见里头是空无一人。 这念头才落下,空间里的宁一针看得是一清二楚。 拿起千伏电压的电鞭,立即出来。 出。 啊的一声,这黑影还没回过神烂呢,就被电压击倒在了车厢内。 小心! 只是说时迟那时快罢了。 也就在此时,燕凤阳已是飞升过来了。 我们没事。 怕好,不要出来。 见皇后与孩子无事,燕凤阳纵身飞下了马车。 娘亲,真的不要帮忙吗? 面对儿子的冷静,宁一针摇摇头。 你们虽然功夫不差,但毕竟太小了,别担心。 若你父皇连几个刺客都对付不了,也不可能让犀离国称臣。 嗯,天儿听娘亲的。 月儿也听娘亲的。 果不其然,刺客虽然多于己方数倍,但是最强护驾团与最强帝王的反击下,战斗很快就结束了。 皇上,德公公怎么了? 冲突了。 让我来。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。 宁一针从空间里拿出一瓶急速解毒丹。 快,给他喂下。 接过药,燕凤阳二话不说,立即把药塞进了德公公的嘴里。 皇上,还有人中毒? 皇后,你务必救活他。 若本宫把他救活了,皇上准备赏赐本宫什么呢? 燕凤阳一乐,皇后在这个时候还有空跟他讨赏? 他是为了保护你们而受的伤。 少赖吗? 宁一针一点也不客气地反击。 错了,他是为了保护皇上受的伤。 今天的人,要杀的是您。 您可别赖在臣妾身上,臣妾可受不起。 本宫一个女人,没那么大的仇人,动这么大的阵势来置我于死地。 那您要什么奖赏,说吧。 父皇,这里有块牌子。 一看那鱼形牌,燕凤阳的脸色大变。 穷自卫? 穷自卫,乃是反王,也就是燕凤阳的皇叔,燕心丛的敬畏。 宝贝,刚才吓着你了。 燕一针,抿着小嘴,摇摇头。 月儿不怕,月儿不喜欢这些坏人。 他们想杀爹爹与娘亲,还想杀了月儿与哥哥。 若是月儿死了,就再也看不到爹娘了。 爹娘要是被人杀了,月儿也一样永远看不到你们了。 这些人全是坏人。 我要把他们全部杀掉。 天哪,他娇滴滴的小女儿,骨子里竟是有暴君的倾向啊。 坏人就该杀,对敌人仁慈,就是对自己的狠毒。 所以你们若是遇到了事儿,在对敌的时候,绝不可以一时心思手软。 但是,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是真的坏人,还是异想的坏人,知道不? 嗯,有的人并不是真的坏人。 还是被逼得没了办法。 所以,不是真坏人,我们就要放他一马,对不对娘亲。 太对了。 平儿,你也听明白了。 嗯,焉仪天依旧一个字。 你们知道不,皇上带皇后和两个孩子出宫了呢,说什么去种土豆。 我开始去秋游了。 借炎儿自然也知道了,顿时脸黑成了碳。 护理精,总有一天,我要让你死无全尸。 真的遇刺了? 千真万确。 是谁? 是谁? 竟然敢刺杀皇帝,还可真是胆大包天。 让人通知国公爷,让他的人也好好查查,务必查出这一次到底是谁干的。 是。 黑衣人很快消失,江嬷嬷,眸光闪闪。 太后,您真的觉得在大梁,没有当今圣上不行。 谢太后闭着眼,点了点头。 嗯,正是如此。 让我们的人也去好好查查,皇帝绝不能出事。 若他现在出事,硬是会垂帘听证。 江嬷嬷的心中一颤,是啊,他怎么忘记了,现在皇帝有后了呢。 竹子,十二公主与十四公主坐见。 让他们进来吧。 是。 很快,一对姐妹花进来了。 十二见过皇嗒,十四见过皇嗒。 都是一家人,不必多礼。 月儿,天儿,这是你们的十二皇姑和十四皇姑。 赶紧过来见见。 月儿见过十二姑姑,十四姑姑。 天儿见过十二姑姑,十四姑姑。 看到这对兄妹,燕镜幽与燕镜妮立即就被收服了。 天哪,小月儿,小天儿,你们长得也太好看了吧。 十二姐,你说是不是啊? 十二公主点点头。 嗯,长得太好了,小月儿跟皇嫂长得一模一样。 十四公主张开了双手。 我能抱抱你们吗? 兄妹俩立即奔了过去。 十四姑姑,你也长得好好看哦。 就只比我母后差了一点点。 小月儿,你也太可爱了吧,以后我要天天来找你玩。 皇嫂,我早就想来找您的,只是不敢来。 还是安眉人说,皇嫂是最最温和的性子,我们这才冒昧来了,希望皇嫂不要责怪。 这是我们给侄子和侄女准备的小礼物,只是一点小心意,希望不要嫌弃。 都是一家人,哪来的什么责怪与嫌弃? 直到小兄妹俩要睡午觉了,这才走。 走时,还恋恋不舍呢。 皇嫂,明天我们再过来。 想过来就过来吧,本宫宫中也没什么好东西,你们喜欢过来就好。